那第一个跟各位来说明的就是说 讲到说这个泰语吧 很多朋友说 志文你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到泰国去的话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觉得我跟你最大不一样的就是 我会讲一些泰语 然后你大概不知道怎么去讲 然后你可能只会讲 Sawadikap 只会讲Sawadikap这样子 那我可能会讲比较多 那第一个来讲的话 我们很深入的去研究跟了解 其实泰国它 它的当地 它有四种语言 我们叫做四种local language 泰国它有四种语言 我们叫做泰语来讲的话就是 Misi Passa 有四种不同的语言 这个passa的意思就是语言 四种语言 那泰国它怎么样有哪四种语言呢 第一个就是北部 北部话 然后第二个是中部的话 第三个是南部 然后最后一个是东北部的话 所以它泰国的语言来讲有四种语言 我们叫做Misi Passa 那北部的话我们叫做pass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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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的意思就是北部的意思 然后中部的话就是passa gang 那南部的话就是passa dai 南部的话是passa dai 所以你到泰南去的话 你讲的语言不太一样 然后你到了东北部 东北部的话泰语叫做Isan 所以他们有一个东西叫做passa isan 所以在泰国的话有四种语言 所以是不太一样 那其实我们讲真正标准的泰语 就是passa gang 就是中部话 就是泰国以曼谷为中心的话 标准的泰语就是passa gang 中部话 这个gang的意思就是中间的意思 中间的意思 所以说我们每天说 一天 中午十二点 泰语怎么讲 就是gangwan 一天的正中间 这个gang就是中间的意思 wan就是一天的意思 wan ni今天 或者是说一天 wan wan 三wan 三wan 十一wan 这个wan就是代表一个日的意思 几天几夜的那个日 那gangwan 一天的正中央 所以在泰语里面讲到中午十二点 叫做gangwan 所以这个gang就是中间的意思 中间的意思 中间的意思 那刚刚已经有说明过 泰国它有四种语言 passa na 北部话 passa gang 中部话 passa 代 南部话 还有passa 伊山 这个东北部的话 那伊山这个地方就很特别 很特别 而且它来到台湾的一些外劳的朋友 有经过我们的深度的去了解跟关心 以后我们都会说 akun ma zan 你从哪里来的 你从akun ma zan 三wan 我们有时候都问到说 你是从哪一个府过来的 然后他就会听一听 他们大部分都是从伊山这边来的 那为什么伊山这边的人 他会特别喜欢到台湾来工作 或者是喜欢到曼谷来工作 当然这有原因 因为最主要是天气气候 在这个伊山这个地方 泰国的东北部 这个地方它比较落后 为什么它比较落后 因为它天气那边很干旱 所以这边来讲就是旱座 一年只有一座 收成很不好 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变成说 那边种一个花生 一年只能一收 一年种一次 因为缺水的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来台湾 做这个泰劳的话 来自台湾打工的 那这些人都是来自于伊山 好 这样子 所以很特别 有一种语言叫做 帕萨伊山 就是东北部的话 所以在泰国来讲的话 你就算你学了标准的泰语 中部话 你到了伊山 你到北部到南部 很多人讲的话就不太一样 就好像你在台湾你讲国语 你突然间有人讲台语 有人讲客家话 我跟你讲你是完全听不太懂 不见得听得懂 所以我们发现 在台湾也是很多人说 国语讲得很棒 等一下叫他讲台语 他不见得讲得通 因为他这个跟每一个人的生长环境 有关系 有关系 好 所以 那在泰国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学的这种标准的语言 你所学到的泰语 其实就是中部话 就是帕萨刚 好 所以 那我简单的做一个说明 就是这个有些语言 就是真的是不一样 好 比如说你在 你讲到标 我们现在说讲的这个标准的泰语 都是中部话 帕萨刚 那比如说 你说很好吃 泰国话呢 就是说 阿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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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可是帕萨南啊 北部话的话 他们就会讲 南帝帝 南帝帝 那你到宜山去 他们也不叫做南帝帝 他们就说 咸味里 咸味里 他们会讲咸味里 那什么是咸味里 然后简称 咸 就是好吃的意思 对 所以 那泰难 他有泰难的讲法 所以 同样一句话 可能就不太一样 然后我还学到就是说 咦 宜山那边讲 照死白色 照死白色 那标准的泰语的话 他就说 你要去哪里啊 睡着白色 睡着白色 所以 可是到宜山那边 他们不讲这个 他们就说 照死白色 你要去哪里 对 所以 我要告诉你 就是语言 就是不一样 所以在泰国 其实来讲 就是有四种不同的语言 咪 帕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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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种语言 四种当地的这个 local language 这样子 那就是帕萨 帕萨的话就是这个 语言 所以 简单的来讲说 台湾话呢 帕萨 帕萨 日本话呢 帕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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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我们讲了说 我们真的就语言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说 帕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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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就是 泰国中部话 那你说 讲到中国大陆 我们所讲的这个话呢 其实就是北京话 那其实 真正北京话来讲 他们都会卷舌 他们在讲话都会卷舌 我们台湾人其实很少卷舌 所以 一听就 奇怪 你讲的虽然是国语 你是台湾式的国语 人家会听得出来 这个是 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个是 讲到这个 泰国有四种语言 所以 你 到泰国去的话 你什么东西 你都会去比较 什么东西 你都会 奇怪 你会想 你会想要去做一种比较 什么意思 你在台湾 第一个走路靠右边 泰国 走路靠左边 台湾的电压 110伏特 你不要把台湾电器 随便拿到泰国去 插下去就爆掉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220 它的电压是220 什么东西都不一样 你在台湾用台币 你到泰国用泰铢 你到其他国家 用不同的货币 所以你到 泰国这个地方来讲 你变成是说 你 很多的东西 你都要去比较 你都要去做一些比较 这样子 你都要去做一些比较